大家好,我是LV小比特 今天就是2021年的12月5号 礼拜天的上午9点钟 那我开卡车头到公司的仓库里提货柜 现在货柜已经提好了 大脚大脚,现在是上午的10点多钟 我已经进入了德州,真的很开心 天气都不错,有点凉风,但是有太阳 我的车停在这里休息 上上步,吃点东西,吃午餐吧 我到了德州的卸华点 然后再拍一些视频,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就停在这里 这是路边 美国公路就很多地方都可以停车的了 好了,上车了 然后上车继续前进 开车前进了 我车就是这回事 开车继续前行 还有400多英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那个亚马逊的仓库 大概我的时速呢 预算呢 就是平均是65英里吧 因为有时候速度会慢一点 有时候会坏一点 OK 好,慢慢的差不多开进 十号高速公路 这条路 沿途有沙漠有平原有山 沙漠比较少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呢 德州的天气还是比较湿润的 你看它的高速公路跟我们国内不一样 它没有开那个隧道 现在我们国内的那些高速公路呢 很多山呢 就是打个洞啊 搞个隧道之类的 它这样子直接呢 就是劈开来了 这些高速公路肯定有100多年的历史 可能不止了 美国很多高速公路呢 都是这种场景的 这些高速公路之类的 这些山之类的 还算可以吧 你看现在我开在高速公路这边的车也不多 是吧 所以我也是可以开快一点的 就是我那个是巡航速度 好,外面的景色太美了 啊 耶 我边开车 连看着两边的风景 啊 心情非常的好 而且天气也不错 不冷不热 穿着衣服 那现在呢 我的速度呢 巡航是70迈 70英里 就是125公里时速咯 但要是我超车的话呢 那我要踩油门 要达到130多公里时速 超车 那这个是山坡的路了 哎呀,现在我们走这些高速公路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哦 在当年的他们开垦这些高速公路都是很艰难的 那现在我们开车啊就很方便的 等于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嘛 当时90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是 很多高速公路在建设 就是国内 那也一样咯 搞了很多塞车啊 嗯 我们小时候 我们回老家的时候呢 嗯 要 那个汽车要过渡的 要过过船的 过河的 那现在已经全部都是 那个桥了 那桥梁了 哦,好像金门大桥那样啊 嗯 所以 现在我们国内的高速公路也 那个长度啊 都 已经 排在全世界 数二、数三吧 哈哈 嗯 那美国当然它的高速公路 四通八达咯 每一个 路都有 有一些路啊 中国有句话嘛 就是路通 柴通嘛 有路就有柴嘛 啊,现在呢 就已经是 下午的 傍晚 四点多钟了 其实现在的当地时间呢 就是六点钟 但我还是按 洛杉矶的时间 就我今天晚上的预约呢 就是它当地时间是八点钟 嗯 但我呢 就是习惯呢 我在车上 电子钟呢 都是按照 洛杉矶的时间 所以 呃,我就按照 到达那个目的地 就是六点钟嘛 六点钟 预约的时间呢 嗯 现在还有 大概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左右 那基本上 都差不多了 你看现在 夕阳呢 已经 夕下了 当然看不到太阳了 呵呵 我也不是要东西南北 但是在右边的 右边我看到太阳 那这些公路就这样了 那今天还好吧今天 嗯 那我是昨天上午九点钟 出车的嘛 昨天晚上呢 大概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睡觉 睡到今天的九点钟 呵呵 睡了几个小时 嗯 那还行 嗯 我今天呢 自己泡 泡茶喝了 铁关音了 我没有去拿咖啡喝了 我现在改喝茶叶了 因为咖啡呢 比较灶热 喝了好像 嗯 比较上火 好了 那个天慢慢的下 阴黑下来了 差不多了 嗯 已经是 五点多钟了 五点多钟 嗯 然后 打开大灯 先我先打开那个大灯 一般的美国呢 他 应该是六点钟 要开大灯吧 所以 提早开一点 因为忘了开就不好了 万一有警察 啊 被 拦下来 问为什么不开大灯呢 那就很麻烦 呵呵 尽量避免 啊 不要 给 警察有机会 啊 去去查我的车 呵呵 因为我的英文呢 不算OK嘛 所以呢 那我就要特别特别的 守交通规则了 做一个呢 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司机了 呵呵呵 嗯 虽然我在 我开卡车 学卡车的时间 啊 并不长 啊 差不多将近两年了 嗯 就开开这卡车 但是我在国内呢 也开过出租车 也开过货车 也开个大巴车 所以呢 我的路面经验呢 还是有的 而且我们国内的 特别我们广州的市区 特别复杂 比美国的路复杂 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在国内开的那些 那么复杂的路都能开的话呢 那在美国来说呢 那这些路呢 就不算是什么了 当然了 嗯 但也不要小看美国这些 交通 因为他们的时速开的特别特别快 比我们国内的人 开车很快 嗯 因为 因为我们国内虽然是高速公路 有些路 但是呢 那些车呢 又有些 好了 不知不觉呢 已经真的天黑下来了 五点三十分啊 还有半个小时 就就到那个亚马逊 到了市区咯 那到了市区之后呢 那我要认真一点了 不要走错路 因为时间有限嘛 我说你开 特别在这些市区啊 这些车多 的时候呢 你要是一不留神 你就错过了出口 或者你看那个导航 你预判错误的话呢 那 你又又又都来都去呢 就很不方便了 但是都是习惯了 现在我习惯不会走错路了 看着导航 顺着导航走就行了 提早的转转右啊之类 要是前面我知道前面三英里有出口的话呢 那我一般呢就怎么样了 就预找了变现 这样呢 到了那个出口的话呢 就不会索满脚乱 也不会影响人家右边的车 毕竟安全是第一的嘛 也不想在这些地方有什么事情 当然我在国内我曾经开过出租车 所以呢 这些复杂的交通 我是特别小心的 反正就是一句话吧 你不出交通事故 那你就等于赚了钱了 因为很麻烦的 虽然呢 我们在美国虽然是买了保险 这卡车 但是呢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那你就在那个商业驾驾上呢 有一个污点 那污点的话 以后你的保险会特别贵 那你保险贵了 那有没有请你的老板 也不愿意花这些一万万钱呢 当然像你的驾驶证呢 就是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的 所以 所以 还是 在这些市区呢 还是 小心谨慎 该快也要快 该慢也慢下来 也不是说 慢了就安全 因为慢了反而不安全 因为人家的车在后面跟着你 你慢了之后呢 你就会影响到 那个 人家的事件 所以在美国来说呢 你不是说你开慢了就是好的 你开慢了 有些警察都会 给你一个警告 或者吃法当 好 那江东规则呢就说呢就是跟车流嘛 要是在这种情况下 前面开多快 你都开多快 这样呢就保证 这个路面的通畅 差不多了还有 还有9英里啊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 好了现在呢已经到了亚马逊 那个进口这边 也是一样的了 排队 嗯现在呢就是 当地时间是8点 8点05分 很准时是吧 很准时 就是 啊进去了 然后呢我把那些文件给他 也不用讲英文了 他可能认得我 因为这个地方我来得多 他认得我是中国人不会讲英文 所以呢嗯他呢一般呢他就用手来写 呃就是用用笔来写的 呃比如我现在是码头是120 他写在120 那我就知道了哈 Dog就是门嘛 码头 好然后我就开进去 哎就按照以前我拍的视频 呃都是一样的了 都一样的哈 先把那个那个柜 按按照120 120的码头 那把那个屁股 倒进去 然后呢就把卡车头分开来 然后把那些文件交到他的办公室 好然后我就找地方 停车等他的电话 好了今天呢就介绍这里 谢谢大家